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6月9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本期的美股收盘节目 我是主持人章叔 在经历过连续几个交易日的上涨之后 美国市场迎来了今天的调整行情 三大指数早盘整体下挫 而隔夜亚洲市场走势疲软 日本股市两大指数全线下滑 韩国股市也是小幅收红 而中国股市因为端午节假期没有开盘 但今天公布了5月份的CPI资料 虽然连续4个月维持在2%的上方 但仍然出现了小幅度的下挫 同时5月份中国的 资料则出现了明显的上扬 增幅达到了0.6% 远高于市场估计 美国第二季度的GDP 也因此有望出现好转 虽然经济资料表现上加 但市场却仍然是低开低走 标普指数再次回到了2110点的下方 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失守18000点 市场并且情绪因此上升 而公共事业板块 消费者必须平板块 再次领跑市场 大宗商品方面 油价冲高回落 但WTI清智原油期货价格 仍然是站稳了50美元每桶的位置 金价是持续飙升 今天盘中一度冲上了每盎司1270美元的位置 而美元指数小幅走强 冲上了94点 周四 机构White Bush 对可穿戴设备第一股Fitbit交易代码为FIT 首次给予了跑赢大盘的评级 而目标价格也是达到了每股18美元 White Bush分析师认为 从合作品牌前景 零配件的销售和企业健康计划等多方面来看 该股都非常有潜力 因此可以预期Fit的用户 在未来几年将持续增长 而根据该份报告 截止到2015年底 Fit仅有1700万活跃用户 而到2016年的第一季度为止 销售总量是累计达到了4300万 表明健康记录仪市场还远远未达到饱和的状态 而分析师相信 与同类产品相比Fit在品牌效应和设备特性上都有明显的优势 而这些优势也是奠定了公司行业领导者的地位 另外 机构City Group在同日也发布了一份报告中 重申给予了他之前对于Fit的授予的买入评级 由此利好消息影响 Fit今日是上涨了2.9% 报14.51美元 机构RBS Capital今天是上调了 对于职场社交服务网站 LinkedIn交易代码为LNKD的评级 从原大事持平上调至了跑赢大事 而目标价格为160美元 RBS的分析师认为LNKD当前的服务价格是出于合理的一个位置 而未来的上涨潜力预计可达到15% 同时 公司在同行业竞争中是出于有利的位置 在招聘市场和广告市场前景中都有不错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今年2月份 LNKD由于业绩表现低于市场的预期 股价是遭受到了腰斩 由191美元的高位暴跌至108美元 在接下一个时间里 LNKD是维持着缓慢回升的势头 但股价至今仍比去年 仍比年初的高位要低了37%左右 此番市场对于LNKD的预期再度向好 市场也是重拾了对该股的看涨信心 提振了LinkedIn今天的股价 本交易日 LNKD的市场交易活跃 而股价也是上涨了2.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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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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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